刚过完中秋 眼瞅着国庆长假就要到了 那些准备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 下期当中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增加了不少 我们都知道 在高速公路的主车道的外侧 都设有应急车道 这应急车道是专门供路面发生交通事故 救助突发性伤病源和救闲等紧急情况下 为使救援车辆和救治人员 能够快速到达事发地点而设置的专用通道 甚至是一条生命通道 可偏偏有的人就是喜欢肆意占用 要知道这样的行为可是违法的呀 这一幕发生在不久前的轻盈高速 交警在视频巡查时 看到一对男女竟把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亲热 全然不顾一旁飞驰而过的车流 在这个第一道停车 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 而且后面又没有摆放这个应急标志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当即我们民警通过这个系统 查新到了这个车主的这个电话号码 告知他抓紧身实力 我们将对他处于继六分罚款200人的出发 把车停在应急车道内亲热 是极个别的情况 但车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现象 却屡见不鲜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 已有200多名司机因为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 被罚款200元即6分 25号上午 交警把监控对准正在排队的清新高速6公里加400路段 短短几分钟就抓拍到十多辆 利用应急车道超进路的车辆 通过占用应急车道的方式 这个向前这个行驶 穿插我们这个正常行驶的这个排队的车辆 前方有事故或者有其他的紧急情况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这种溶堵 随即占用我们应急车道 会影响我们这种救燃的时间 民警介绍 高速公路上的违法数量 往往和拥堵程度成正底 车多排队时 司机的情绪就会变得急躁起来 为了赶路而无视路面上的交通标线 这样一来 反而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导致堵上加堵 节假日期间 高速公路上约70%的交通事故 是违法并限引起的 问题是通常会有导流分斗线 提示要这个按道行驶 我们有一些车辆压着这种导流分斗线 往里穿插 降低了我们这种正常的通行效率 这个处罚是一次罚款200人 计三分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像这种热线行驶的车辆 是要负贤责的 节假日期间 也是超速行驶高发的时段 当道路通畅 车辆较少时 不少司机会因为心情放松 或为了追求刺激 而猛踩油门 把安全抛在脑后 一些重大事故 往往就发生在这时 最近半个月轻平高速交警 已经抓派超速违访三千多起 9月15号中午12点35分左右 一辆白色的奔驰轿车 在我们辖区的微轻高速 169公里加780米这个位置 它的时速竟然达到了160公里 车速已经超到了60% 这个驾驶员将面临 一次性的G12分 并处以两千元罚款的出发 长假期间 肯定会赢得一个出行的高峰 采取这个警车新罗 和这个视频刑检的方式 对我们侠出来露弹 24小时管控 严查这个违法行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